大家好,我是小七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非常简单的养生动作 比较小众 可能朋友们没有听说过,更没有见过 这个动作就是膏肓运动 经常练习膏肓运动有三个好处 咱们先给大家分享一下 首先第一个好处 它就是可以大限度地去灵活锻炼我们的整个肩膀 以及肩颈之间的一些相关组织 对我们的上背部能够进行一个非常好的放松和锻炼 那么第二个好处 就是通过我们上下前后的一种运动 让我们的胸腔充分地打开 可以去锻炼增强我们的心肺功能 可以预防我们的心脏和肺部出现一些问题 那么第三个好处就是 它可以锻炼刺激到我们背后的一对非常重要的学位 叫高荒学 在古代有这么一句话 叫运动高荒学除去一身肌 可见刺激高荒学对我们身体的健康是非常重要的 那么接下来就给大家分享一下锻炼方法 朋友们可以跟我一起来做这个动作 咱们可以站在这里做 也可以坐在凳子上做 首先把我们的双手搭在我们的肩膀上面 先往内核 让两个肘肩碰在一起 然后先做一个往下往后 在往后的时候要尽量往后斩肩到极致 胸腔上提腹部收紧 然后我们再继续往上 往前 这样算一次 一圈算一次 往下 往后 往上 往前 这个动作 咱们每次练习九次 九次之后 我们还需要做一个反方向的练习 还是初始位置 肘肩相合 先往上 再往后 再往下 再往前 就是这个动作 需要大家注意的是 我们在往前的时候 一定要让两个肘肩合在一起 往后的时候 一定要做到自己的极致 极限位 这样的话 才可以更好地刺激到我们背后的一对高荒穴 同时也能够最大限度的去灵活我们的肩膀 锻炼我们的上背部 接下来 咱们连续带着大家来做一遍 朋友们可以跟我一起来 做完一组之后 我们需要做一个简单的放松 我们可以这样抖一抖 大约抖动半分钟就可以了 这个动作有两个非常重要的点 需要大家注意 就是我们在初始位置的时候 每次都要肘肩相合 再往后的时候 要做到自己的极限位 这样才能够刺激到咱们背后的一对高荒穴 高荒穴的位置在咱们背后 肩胛骨内侧的旁边 它属于足太阳膀胱筋 对咱们身体的健康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可以说我们全身几乎所有的疾病 都或多或少地跟这个穴位有关系 可能大家对高荒穴不是很熟悉 但是有一个成语 相信大家都听说过 叫病入高荒 病入高荒的意思 就是说疾病已经到达了一种无法医治的地步 就叫病入高荒 所以说我们平时可以多做一做高荒运动 打开我们的高荒穴 让我们的肩膀 颈椎 以及我们的上背部 得到非常好的养护 那么高荒运动 咱们每天做多少 咱们可以两个方向 搁九次为一组 每天练习四组就可以了 开始的时候可以少练一些 随着练习 咱们逐渐地把这个次数增加上去 就可以了 最近收到了一个朋友的私信 他说他经常的久坐办公室 造成臀部、胯骨疼痛 甚至说连带腰背部、腿部 也出现了僵硬和酸痛的现象 问我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可以缓解 今天就给大家分享两个动作 非常的简单 每天只需要抽出几分钟来做一做 就可以帮助我们缓解 臀部、胯骨疼痛的问题 那么我们的腰胯部位 在我们身体上面 起着橙上旗下的重要作用 而且我们身体一切的活动职能 都主宰于我们的腰胯部位 所以说平时我们一定要注意 对我们腰胯部位的锻炼和保养 也就是说建议大家平时 要尽量地避免长期久坐 如果说我们的工作性质 决定了我们非久坐不可 也建议大家在久坐一个小时之后 适当地做一些运动 让我们的气血循环畅通起来 接下来就给大家分享一下 这两个方法 第一个动作 双脚打开与肩同宽 双手插腰 如果说是一些中老年朋友 咱们可以这样 双手扶墙 扶着凳子去练 一定要确保自身的安全 将重心先放于我们的左脚 右腿高抬 腿提膝 然后往右侧 这样伸出收回 反复地做一个这样的练习 可以15次为一组 一组之后 我们换另外一边 同样的练习方法 大家在练习的时候 速度可以慢一些 这个方法 其实是可以锻炼 我们身体跟平衡的 一个控制能力 那么咱们可以15次为一组 每天练习三组 练完以后 你会发现 你这个腰胯部位 像我们大腿的根部 会有一个比较酸胀的感觉 可以加强我们肌肉 和韧带的强度 同时也可以 可以灵活我们的宽关节 接下来咱们说第二个方法 第二个方法是一个放松的练习 可以让我们这个部位的气血循环 更加的活跃畅通 这里咱们需要借助一个小道具 我就用这块瑜伽砖来代替 大家也可以找一些类似的物体 比如说砖头 小板凳 或者说咱们也可以去找一个 有台阶的地方去练 将一只脚踩在上面 注意在练习的时候 要确保自身的安全 可以手幅强去练 然后一条腿悬空 完全地放松 接下来靠我们上半身的扭动 把我们悬空腿甩动起来 我来演示一下 在甩动的时候 我们悬空腿也要绝对地放松 每次可以这样练习 两到三分钟 然后再换另外一边 同样的方法 注意 我们在甩动的时候 这条腿不要用力 是靠我们上半身的动作 把这条腿这样甩动起来就可以了 这个方法是可以非常好的 让我们腰胯部位的气血活跃起来 可以更加地畅通我们的气血 从而缓解我们一些酸痛的现象 今天的视频非常的简单 就两个方法 分别是加强我们腰胯部位 肌肉和韧带的强度 让气血循环更加地活跃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分享 大家一起互相学习交流 喜欢的话 记得点个关注哦 感谢观看